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大卫休莫的哲学思想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休莫的伦理学思想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个人道德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之一 我们有一句古话说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有哲学家说 我们对公众的全部关心 都可以归结为对自己的幸福的关心 也就是说 人们的利他行为的本质都是一种利己行为 休莫说 问一个人为什么锻炼 他会回答说 他是希望保持身体健康 那如果你再问他 为什么要身体健康呢 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说 因为生病太痛苦了 如果你再进一步追问 想要得到一个原因 为什么不喜欢痛苦 他就再也没办法给出任何答案了 这就是终极的终点 再也无法转移到别的任何事物上 那换句话说 我们所做的一切 似乎最终都是为了自己 理查德道经师 甚至说 我们的基因都是自私的 但是你反过来想 如果追求自私自利是人的天然本性 那其实一个人的道德感 似乎不应该存在 因为毕竟道德大部分时候 是需要自我牺牲的 比如乐山好施 舍己为人 甚至牺牲自己 去救助别人等等 那有一个关于人类 无法做出道德行为的论证 那前提一是 人类的天性是注定只会追求自利的 前提二是 道德需要自我牺牲 那结论就是 人无法做出道德的行为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 其实人类做出道德行为 其实有点多余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 但其实这个论证也并不完美 因为道德通常需要自我牺牲 而并不是所有的情况 都需要自我牺牲 因此当一些道德行为和自利的行为 相互符合的时候 人类是可以做出某种道德行为的 那比如你答应邻居帮他照看一天狗 你现在就有道德责任去这么做 但是假设照看狗是很有意思的 也是你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那在这种情况下 道德和自利就是相吻合的 因此处以自利的行为 其实也可以与道德兼容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道德和自利还是相互冲突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表现出道德行为呢 习默认为 我们的道德行为的基础是同理心 那有个地方翻译为同情心 那这里的同情心 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怜悯 或者可怜或者同情 而是一种同情共感能力 能对别人的感情感同身受的能力 同时还需要一点想象力 当一个人被带到咸牙边上往下看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害怕而发抖 这是因为他可以想象掉下咸牙时候的危险 那同样我们可以对生活在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环境中 其他人的道德品质感同身受 这其实源自我们的想象力和同理心 当我们走进一个剧场 看到很多人在一起共同欢乐 我们很容易被这种情绪所感动 在欣赏演出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受到剧情跌宕起伏 而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 这些都是我们人性中共有的 共情能力所产生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理心 那正因为共情能力的存在 让我们时刻能感受他人的这个喜怒哀乐 和细微的道德差别 那这种感受可以表现出 对弱者的同情 对强者的不满 而这些感受不是出自于自私自利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赞美 生活中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人的道德品质的原因 但休默同时也指出 共情能力也同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比如大量的民众暴乱 党派的疯狂 对宗教领袖的忠诚和崇拜 所有这些都是人性中的社会共情所产生的结果 或者说 共情也很容易导致从众的现象 那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 对别人的同情 要比对自己的关心要更微弱一些 对远近的人的同情 要比对父亲身边的人的同情要更微弱一些 也就是说 共情能力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变得弱 那正因为这样 我们对人的品格进行冷静的判断的时候 就必须忽略时间和空间的差别 使我们的情感更加大众化和社会化 所以休默说 由于人类具有广泛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 我们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福祸和喜悲无动于衷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使我们产生特殊的偏见的话 我们会自然的认为凡是能够促进同类幸福的就是善的 凡是能够促进同类痛苦的就是恶的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将自己投射到同类中 而这种对他人和对社会的道德评判 并不是源自于自私自利 而是源自于我们共同的同理心或者同情心 休默认为个人的道德感或者利他的精神 是建立在同情心基础之上的 因为有同情心 所以我们可以表现出舍己为人乐善好事的道德行为 自私自利是人心的本能之一 而同理心也是人心的本能之一 就像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之端业 恻隐之心是一个人表现出人爱的来源 而同情心或者人爱之心也会相互影响和传递 所以一个人的同情心可以扩散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爱 休默说 人性中有一种普遍的人爱 在这种人爱中没有掺杂任何的实际的利益 好了 到这里我们就简单介绍了休默伦理哲学的主要思想 人并非完全自私自利的动物 同情心是道德感的基础 所以我们也可以表现出道德行为 其实休默的道德哲学和英国主流的经验主义思想是一脉相称的 也影响了后来英国哲学家边庆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而且休默的道德观和亚当斯密的道德观其实也是类似的 那人类道德感的起源是同情心 关于这一点甚至东西方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小报读书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